有人提醒我 原來今晚是馬體會對巴賽 我們很少留意到這個情況 所以我首先跟大家道歉了 要說這場賽事真的確實 巴賽第二 他要追趕這個黃馬絕對是需要贏球的 你說他攻不攻呢 我始終覺得他沒有可能不攻 因為即使球隊的傳統是主攻的 而且其實都是要搶分 基本上巴賽一定要攻 馬體會其實都有搶分的壓力 他們的位置其實都不太穩固 如果希望直接打到歐聯 不需要打外圍賽 這場賽事最好都是贏 追回西維爾 當然今年的西甲是很激烈很激烈 其實現在開始去到下半季 我都應該要開始多點留意西甲這一邊 因為其實去到最後的直路 應該開始對冠軍的壓力是越來越大 兼且差前三的壓力也是隨之以來的 近期我都多看了巴賽和馬體會的賽事 包括一些歐聯的賽事 你看到其實我講過的就是巴賽的問題 講了好幾集的 其實大家其實都已經知道巴賽的問題 就是當他們打落後的時候 他們是落不打三間的 因為尼瑪就是會各自為政的 尼瑪就是會自己扭的了 這個情況我不希望在這場球會見得到 如果不是的話 如果尼瑪是這樣的 這場球其實都輸了九成九的了 不可以這樣的了 好啦 拉傑迪上不上陣呢 這場球很重要啦 拉傑迪一定要上陣啦 因為身體對抗性上面 巴賽一定是輸的 所以一定要放一些硬正到強一點的人進來 好啦 美斯當然是會做 支停插那個是停波的那個 蘇瑪萊斯當然是支點 那尼瑪就希望呢 他安守回本分是插入啦 如果能夠做得到這幾個範圍 加上那個身體對抗性是有的話呢 那未至於呢 是打不贏這個馬體會的 那但問題就是說呢 近期這個巴賽那個是 士氣呢 狀態呢 是有問題的 最高最高的巴賽呢 我不相信呢 是打不進馬體會 尤其是馬體會是有回落的跡象 那但是問題就是說 兩隊現在都回落著的 那就是巴賽的回落的問題呢 是更加顯然而見的 那所以呢 我覺得呢 即使他們這場球是集中了 其實要打入馬體會的機會呢 都是不大喔 加上是要作客 好啦 那這個馬體會當然是要反擊的 其實這場球是比較容易猜的 就一定是一隊攻 一隊就守的 那這個馬體會一定是守的那一隊 那就是馬體會近期呢 我覺得呢 那他們那個精神面貌呢 是有些回落的 加上呢 長期這樣呢 是做一些防守足球呢 是對球員呢 長期的 這個是 這個是 體能呢 是有一定的 是負荷的 那過路的情況呢 是會慢慢出現的 那馬體會呢 所以呢 對著這個利華爾股上的那場球呢 其實呢 我都 小小看到他們的對球呢 是開始有點累的 尤其是防守的時候 那所以呢 所以呢 日後來講呢 馬體會是一隊 逐漸回落的球隊呢 那但是 今天呢 就對著這個巴阿賽 巴阿賽的情況 都是 不見一個是好的狀態 那所以對馬體會來講呢 主場來講呢 反而都不是一個 那麼壞的事 那 只要呢 他們打回一貫的水準 好像上一季 就是 對巴阿賽的 是 歐聯百強來講呢 基本上應該 問題不大 那 那馬體會應該 是一定不會輸的 這場球 一定不會輸 那贏不贏到呢 就要看一看 他們呢 打完歐聯回來 那個呢 精神面貌 究竟球員的體力是如何呢 基斯文啊 這個 沙奧尼古斯 這些人啊 打出來的反擊 究竟呢 是銳不銳利呢 那也都是 另一點呢 要留意的 那如果呢 這個 美斯和尼瑪的 是演出呢 是正常的呢 那能夠打回 多一點點 進去馬體會的 心臟地帶呢 那馬體會的反擊 又會沒有這麼 來得清脆利落的 那所以呢 整對 整場球來講呢 的關鍵呢 就是 看看尼瑪的 情況 究竟 變不變回正常呢 那 那還有呢 就是這個 馬體會的體能 的演繹 究竟可不可以 九十分鐘都可以 能夠呢 高度集中 和表現得 是 八面玲瓏呢 那這個也是 值得留意的一個 是 Point來的 那如果你要我猜呢 這場球呢 我覺得兩隊球 都是比較回落 少少呢 我覺得是和波 和波機會是比較大的 而和波機會應該到八成的 這個馬體會應該有兩成機會贏的 那 就巴賽來講 我覺得今天呢 他們贏不到的機會都很大 還要是作客 那 反過來 如果呢 黃家馬德里呢 是過到黃色潛水艇呢 那那個分數一拉呢 基本上呢 就會很遠的了 就是應該是四分 再加三分 應該是七分的了 如果黃家馬德里再贏下去的話 那對於巴賽來講 其實呢 是很重要的 這場賽事 不過呢 我也是覺得呢 他們拿不到分的機會呢 是較大 或者失兩分的機會是比較大些 那對於巴賽今年的西甲追逐來講呢 都會是一個挺大的問題